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边忙着自己的节目 一边回港参加师妹的婚礼忙礼偷闲 还陪父亲爬山 看起来 心情一点都没有受张国之声孩子的影响了 谢霆锋回香港的消息 还是陈奕迅的老婆徐豪颖爆料的呢 他在锻炼途中偶遇谢霆锋和谢贤 这才拍照刘念表示 遇见某友很开心 照片里谢霆锋和谢贤父子看起来 都面带微笑信贤 一如既往的戴着墨镜 谢霆锋还是酷敬十足整个画面 相当和谐谢霆锋此次回香港 不是要参加师妹阿娇的婚礼 不过 他并未出现在订婚宴上 隔天就陪父亲爬山 看来 也是很有孝心的想想 最近几年 谢霆锋的演戏方面少有产出 自打消失的子弹和决战时辰之后 谢霆锋就一心投身做菜节目《十二》的风味 看起来也没有要继续拍戏的打算 不知道他这个厨师也什么时候才会过完啊 说来说去 大众对谢霆锋的个人事情 才是最感兴趣的 但是眼看着前妻生下第三胎 谢霆锋不知道是什么心情呢 他和王妃复合已好几年了 难道是继续打算交往下去 不打算要孩子了 像他们这样纷纷和何数次 在彼此都经历过婚姻之后 再次走在一起的情侣 应该算得上是真爱了吧 既然是真爱那可不得有个共同的孩子 才能将感情延续下去吗 有网友猜测也许王妃和谢霆锋也会在某一天宣告已经怀孕的消息 就像今天刚宣布怀孕的刘诗诗一样 猝不及防地告诉大家 已经怀孕五个月 靠喜事登上头条 可比那些因为负面新闻症头条的明星好多了 希望能看见谢霆锋公布好消息 朋友们看见谢霆锋潇洒回香港也是感慨 认为明星们对于感情实在是太洒脱了 不过想想谢霆锋又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现在和他在一起的王妃 还是他最爱的那个人吧 即便他没有向媒体表态 但是心里一定也是祝福张博之的 中文字幕一直在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